看个显卡RX6950XT 16G 这是6000系列显卡里面的旗舰卡顶级卡 厂家当个宝一样捂在手里面 捂到现在又来找我们出 里面的黑色的盒子 三个风扇厚厚的散热片 三个电源接口 一共贯穿的6条热管 耀气20克 这个显卡厂家亏惨了 这是随着显卡一起来的 滑擎的B650 Pro RS 这个是一个大板 机箱是一个行家的海景房 没有装满风扇 你可以继续装 顶部360的埋水冷 三个风扇加上背后一个 一共四个排风的风扇 其实已经够了 考虑到美观的侧面 还有两个风扇位 你们随意 你们应该记得 我们半年前上过6950XT的配置 当时汉凯手里面有最后几百片 我们一单就把它提光了 很快就出完了 大家还想要这个配置 我再去问其他厂家都没货 芯片厂家说他们有货 我问他们他们不出 捂在手里面捂到现在 只能更低价格出 不是活该吗 今天这个配置呢 和半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的 CPU是R7 7700X 我刚刚跑过 实际的表现在i5 13490F 和13600KF的中间偏上一点 内存硬盘都是原厂正片 这个不用多说 主板会比较夸张一点 京东价格是1699 我们的可能可以忽略 散热器根本饭不着这么大 更多是为了这个机箱的 一体性和美观 电源是行家的800瓦金牌 机箱也是行家 今天重点是看这个显卡的表现 其他方面可以看一下 我往期的视频 A卡的表现的和时间段 非常有关系 是因为驱动的迭代和优化 记起介绍以后 我们DIY的老规矩 就是主板的BIOS默认设置 机箱的光效 可以用软件自己设置 显卡的核心数量是5120 是16G的显存 256位的显存的微观 核心数量和最新的7900GRE 完全一样 老版鲁达斯显卡78万分 新版鲁达斯的跑分 显卡82万分 工业软件测试 这个跑分挺有意思的 和7900GRE是互有胜负 笔记本的4080什么都不是在他面前 CPU的跑分 我就不做详细的解读了 单核是1995很好 多核是19874 性能在一高一低 两个I5的中间 开头就讲过了 格式工厂我就不跑了 因为更多是看CPU的性能 简映我跑一下 这个关系到显卡 显卡已经占满了 42秒完成 比很多40系的N卡都快 不过7900GRE还是要快10%左右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20772 跑分的时候 显卡的频率是2.35G 这个跑分的没打过7900GRE 7900GRE高8.3% 6800XT低10% 4070低13% 笔记本的4070低很多很多 低39% A卡也可以AI做图 CPU没什么占用 显卡已经跑满了 显存占用了11.6G 应该不会太慢 我画了100个图 画的很好看 但是远不及N卡的速度 11分多钟 比6800XT要快 但是台式机的4060Ti 只要200多秒 所以你如果是这方面用图 还是买N卡 单烤CPU主板非常猛 全核频率4.95G 157W CPU温度还是95度 跟散热器没关系 环境温度25.1度 直接双烤 显卡的频率2.34G 双烤时噪音55.7分贝 机身背后出风口43.8度 拆下满上580W 双烤时CPU是95度132W 全核频率4.75G 显卡是2.28G 71度 停下了CPU单烤显卡就没什么噪音了 但这个时候冷排的风扇转速降低了 所以机器内的热气带走就慢了 显卡的温度反而提高了3度 整机低负载的时候 插线板上60包 再跑几个游戏 这个机器就OK了 这是刺客信条10.2K最高画质 显卡频率2.64G 比刚才烤机要高 温度64度 比刚才烤机温度要低 130帧 7900GRE高3帧 6800XT低11% 4060Ti低30% 6950XT是一个妥妥的4K分辨率的显卡 再看一下4K的帧数 75帧 7900GRE高4帧 6800XT低8% 4070低12% 古墓烈影2K分辨率 跑游戏的时候猜测板上512瓦 179帧 这回又比7900GRE高4帧 4070低8.3% 4060Ti低33% 比基本的4060不值一提了 7900Ti低1倍 4K 95帧 再次比7900GRE高4帧 4070低11% 低平线52K的最高画质 146帧 比7900GRE高3帧 4070低18% 4060Ti低33% 比基本的4060低1倍 塞布蓬卡20772K最高画质 观光追 FSR是平衡 126帧 这个游戏里面7900GRE又高很多 高11% 4070低13% 4060Ti低31% 荒野大标课22K最高画质 118.9帧 这个游戏没跑7900GRE 4070低15% 4060Ti低36% 其他游戏呢 我就不跑了 最后再来一个坦克世界 注意这是4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450 所以说这是一个妥妥的4K卡 进入战斗以后 帧数会在12030 这个帧数完全没问题 而且操作感受很好 很涮滑跟手 就很简单的过一遍 你们看懂差异和定位就行了 我看了一下半年前的数据 同样的6950XT 现在会有5到10帧的提升 那么AMD还是在不断的进步 还是在做事的 相较于最新的7900GRE 其实不能说谁胜出 应该说互有胜负 如果一定要说谁胜出的话 那就6950XT 体毛级胜出 价格6950XT略便宜一点 那么综合性价比6950XT稍微胜出一点 问题是就算6950XT胜出也没有意 因为或少 以后都是7900GRE的天下 今天这个配置本身不是极致性价比的 比如像这个主板14项供电 根本犯不着 比如像7700X这个CPU 如果玩游戏的话 性能是溢出的 那么完全按照今天这个配置 来的价格是85998599 还会有一个相对性价比的配置 是i513400F是7499 如果是彻底的性价比 会用i512400F 或者说AMD的5600 但是确实有点对不起这个显卡 想要调整配置 直接找我们的网店客服就行了 人说为什么不上R97950X 随便上 随便上 或者理想上i9上i7上i3 都随便你 这个机器会上架的我们另外一个网店 是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南京仓 你们会担心找错 就到公众号来复制链接 公众号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中正 电脑不是中正评测是中正电脑